5月5日张亮颖在北京演唱会上透露08、09年的时候开始 右边的耳朵就会间歇性听不见 刚刚那首歌唱到一半的时候 她又开始听不见了 我大概从08年还是09年的时候 我右边的耳朵就会间歇性的听不见 然后刚刚那首歌唱到一半的时候 她又开始听不见了 但是我很开心 这些年不管是我的声音还是我的听觉 都送给了我爱的音乐 她称自己一开始害怕了很多年 但是后来我发现 你从外面听不见的时候 可以从里面听见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用耳完全听不见了 可能我的世界听到的东西没有那么完美了 但是所有记忆里的东西一直都是完美的 我一开始很害怕 我怕害怕了很多年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里也有声音 就是当你从外面听不见的时候 可以从里面听见 她流泪表示 我很珍惜每次在舞台唱歌的机会 我希望可以唱很久 我的世界听到的东西会没有那么完美了 但是 但是所有记忆里面的东西 一起都是完美的 对 咱们